這個朋友問,如果真的內地要壓低那個人民幣 就是那個匯價,因為他上條外匯的存款準備金率 他說有什麼股份可以受惠? 其實人民幣如果是貶值 受惠股基本上是非常之少的 回到來說,譬如指援股那些就可能會受惠一下 或者以出口為主那些就可能可以受惠一下 譬如我聯想可能譬如說敏華那些 因為他出口外地那些,就是美國的傢俬為主 所以如果人民幣是貶值的話,就對他相對比較有利 不過我覺得,首先我很欣賞這一位的朋友仔聽眾 他說如果我聯想到人民幣貶值的有什麼股受惠 我覺得這個邏輯是值得欣賞的 因為真的有個腦去思考 但是我另外一邊商也要提醒朋友仔 你看到現在人民幣既然的升勢氣勢如紅到這樣 兼且是逼政府去出手禁它 其實你知道通常一件事升得太強 是被政府禁得來的,大家又私下一個反響原理 政府有沒有那麼容易通過禁第一次就成功禁到人民幣呢? 所以第二就是為什麼要禁呢? 就是因為很強勢,強勢得很厲害 而且他覺得如果不禁的話會繼續狂升 所以其實是通過政府禁的這個行為 你有一些微觀反響逆區 其實那個人民幣可能會繼續強下去的 它未必可以升到那麼誇張 對港幣歷史波位是100對0.79 即是100對79 但是問題就是說強勢是會繼續 所以如果用央行只是干預一下 你就覺得人民會立刻會在賭罪這樣賭回去呢? 那麼這個思維我覺得極大機會是錯的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人民幣真正的momentum是弱勢還是強勢